北京时间11月2日晚 2024世界永连游泳世界杯新加坡站在新加坡华侨银行游泳中心落幕 唐乾廷与一婷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各得一金 让中国游泳队以6枚金牌的成绩收官本站比赛 至此本赛季全部三站世界杯比赛结束 中国选手累计获得19枚金牌 其中唐乾廷和秦海洋分别在女子50米100米挖泳 以及男子50米挖泳共三个项目上实现三连贯 在新加坡站实现50米挖泳三连贯后 唐乾廷戴上王冠 20岁的唐乾廷在新加坡站最后一个比赛日 轻松夺得50米挖泳冠军 及100米挖泳后再次实现世界杯三连贯 戴上个人本赛季世界杯第二顶王冠 19岁的余怡婷在本站最后一个比赛项目 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 以刷新全国记录的成绩强势夺金 用将金牌为中国游泳队收官本站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一战韩国战 余怡婷同样在最后进行的 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夺金 余怡婷在新加坡站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夺冠 前一比赛日在男子100米自由泳 夺得个人心奥运周期该项目首金的潘展乐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 以刷新全国记录的成绩摘童 秦海洋则在最后一个比赛日经历 递过山车在男子200米挖泳决赛中 他凭借最后10米的强力冲刺 反超荷兰名将克尔博第一个抵达终点 然而裁判在秦海洋走出泳池后 上前与他交流 在此后的成绩公告中 秦海洋名字后面被标注DSPU 以为取消资格 克尔博获得冠军 本次新加坡站 中国游泳队共夺得6斤4银2铜 算上此前的上海战和韩国战 中国游泳队在三战世界杯 共收获19斤19银10铜的成绩 为12月即将开赛的短持世锦赛打下基础 包揽三战50米挖泳和100米挖泳 两个项目全部金牌 收获两顶王冠的唐前亭无一状态火热 这名上海姑娘还在家门口连续刷新 这两个项目的亚洲记录 接下来的世锦赛 唐前亭将成为这两个项目冠军的强有力竞争者 秦海洋在新加坡站实现50米挖泳三连冠 戴上王冠 中国游泳队男子挖泳领军人物秦海洋的发挥也十分出色 他参加了三战全部9项挖泳比赛 其中50米实现三连冠 100米得到两斤一银 200米一斤一银 值得一提的是秦海洋还在新加坡站比赛期间罕见 回应了近期有关他的网络热点话题 他说道 其实没什么 专注好自己就行了 潘展乐获得新加坡站100米自由泳冠军 在上海站开启个人新奥运周期征程的 潘展乐三战世界杯 收获了100米 400米和800米三枚自由泳金牌 其中 他在400米和800米两个此前涉足不多的 长距离项目的出色表现 更让外界惊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潘展乐获将在世锦赛上兼顾更多项目 于一亭在三战世界杯累计夺得两斤七银两铜 这名19岁的小将可谓稳步提升 在韩国站和新加坡站连续夺得200米混合勇金牌 展现出不俗的竞争力 此外 于一亭在50米和100米跌涌上也有冲击世锦赛奖牌的实力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祝贺他们 最后也别忘记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运动员加油